李希兰 大家在这个地方 经理会里面 有艺术 经 sore 是 是不是我標記 相當是先立 68 Wednesday 80 月 20 月 20 月 20 我rooms留意說公困大力 但是 會這樣考慮 過去 他對 20 月 20 月 20 月 M bipolar 對不起 因為台灣的英候 很高 所以貴政委 新的一半 你做最一半的高級 所以 最一半的 最一半 最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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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年剛才說 做一個人生 一一半 我這樣創修 這麼誇張 做一個書架 所以 開放 這些書籃這些 這些 這些是 從關的 影響 他有很大的 劇力 去結合 臨對 這些家鄭 所以 我對 這裏 這裏 靠出的 社會團隊 有從我 很大的 進步 我在想 台灣 首領共生 在生理的時候 我相信 我們就是 去實際 的 就關掉 他給我們 有一個方向 他的 秋葉 裡面 他的後面 是一段 劍隊的堅持 所以 他說 我們 台灣的 歷史 要建立 在我們的土地 和人民的領導 所以 他做 很多 協力 的 高速歷史 去發表 剛才 在 日 禮禮拜 高速歷史以外 我想 很多人 去注意到 我們台灣 海賴岸 導臨為導 他 經濟的主題 在 讓我們 台灣 知道 我們 台灣人民 過去 打 他絕對 了解 他說 我們台灣 修長 的 努力 的 努力 讓中國人 照顧 我們台灣 無人 知道 其實 我們的 政經 在日 禮拜 總幹 一定 嚇死 國家上 努力 的 努力 讓我們台灣 努力 信心 所以 重心 建立我們台灣的書館 變成 非常 重要 我想 他過去 這段努力 一步一步 讓我們 帶領 我們台灣人 慢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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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聯義長 我相信 我相信 他在中間 他說 我們台灣人 那就是一個 追求 台灣獨立 有一個過程 有一個歷史 最近 他做EQ之後 他 表示 他是一個 台東 做人 在 我在想 做一個 社會運動 成 跟這樣 表態的人 很少 我想 自由是有 信心的人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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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也很期待 我們 所有的 台灣人 開始 建立 信心 勇敢 說出 我們希望 台灣 獨立 的 最重要 我在美國的時候 很多人 都在說 尤其是 猶太人 在猶太 我們台灣 是 最優秀的民眾 連猶太人 也感覺 我們台灣人 是 很優秀 我相信 差錯 不會差到 但 有時候 他的 故事 他說 我們台灣人 很雜 十九 有一個好處 就是 回想他優秀 我們現在 所缺乏的 不過 是 一件我信心 所以 我是 感覺 說 他 帶領 台灣 首領強姓 二十三年 二十五年 我想這條路 本來的 第一次 不介紹 我在想 這個 這個 建構的 過程 中間 社團的 倉務 很多 所以 他剛過心的時候 我們社團 就在 開會 大家來 分工 所以 台灣 輸了 用心 去 找到 這個 收集 他的專注 這個工夫 所以 三年後 我們可以出版 這是 經過 三十多人 的 努力 打鼻 三十多人 走進 你這個 努力 另外 在這個 三年 中間 有 要出版 這個 抗物 文字 我也 拜訪 很多 記憶 我 接受 我 接受 是 很多 在這個 混亂 感到 台灣 是 出版 的 混亂 在這個 做法 所以 這個 三年後 我們 今天 有 很多人 在這裡 出版 這個 我相信 我們在座 有 很多人 突然 在 這個 館長 請你們 站起來 可以讓大家 拍一下 鼓子 可能 都在外面 我相信 六月 我剛才 給 這本職 順利出版 社會 溫暖 我哪 給 這本職 順利出版 所以 我 在想 五三年 臺灣 修了 紀錦 以來的 書名 不太是 一樣 繼續 照 它 過去 開月 和意志 繼續 走 非常 感謝你們來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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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全集體便的過程 當時政府 都很關心 IT 支持我們所有 工作人員 所以可以順利完成 非常感謝 我們再來 請 接受 楊憲做官長 工作的 劉美菜 官長 跟我們說話 楊憲當年八年的官長 對臺灣助替 歷宿 講演很大 我們 楊憲當時 很棒 一個 一臺 請 一臺 請 王官長 跟你講話 謝謝 楊憲 國當事長 楊憲福燕 古老 還有政府長 還有在場 有很多的先進 我想今天大家會來的 就是長期 關心甚至於奉獻在臺灣的民主法、自由法運動的成績 其實我從兩年可能在中的人來說 我從他的言語相親但是有一個比較奇怪的姻緣 我在台海的時候,我的老師政經人教授告訴我 你以後就像洋人這樣,我去一堆臺灣村 但是我不知道中洋人是甚麼 然後我要去一堆的時候 一堆一堆前洋人回來了 所以我從他剛好太久了 他回來的時候,因為他沒回到 他沒在臺灣臺灣那時候的董花園 所以他回來,開始在我們這裡 要去接臺灣的董花園 我是要跟他說 要問他說 你日本是怎樣做 因為他在日本 今天有來的阿修 開始去做臺灣同學會 所以他在日本的時候 不是參加台獨聯盟 而是在東京大學裡面發展了另外的一個局面出來 所以我去日本的時候 剛才接下去 所以 我不僅接他 我是台北的立書黑 還有是 東台、東洋書 他所有的老師都是我的老師 他所有的同學都是我的同學 那再來 他回來臺灣的時候 他回來臺灣的時候 其實是 老實說 受到 黑暗的影響 那時候是因為鄭親仁老師 去拜託 丹英雄醫師 去中央研究他 算學成招藍院士 所以他才能夠進入中央研究院 這這樣做起來 就會發現說 其實 在那個年代 在1907年代 海來、海外 大家用國中的方式 在替臺灣打 發表 他回來後 老實說 我們臺灣小匯 真幫忙 有心的臺灣的少年人 所以 當時 林本源基金會 這接下來的 吳三聯基金會 提供的 他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地 讓他 可以 在臺灣 把整個的 臺灣史的運動 給做到 仰言 在 我們2000年 接近以前 就已經 用自己 我們臺灣的主緣 我們臺灣的民氣 把臺灣史給做到 那 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2000年 我們接近的時候 他就很自然 去做國書館的關係 他在國書館的時候 做很多擴大性的關係 他剛才 當時 跟我說 他跟臺灣書 不只是做大了 做權了 而且 翻轉了主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今天 我們用這種方法 去研究 這 其實就是 這個人 對台灣 歷宿 用我們今 說的 去做台灣 用這個方法 把他這四人的努力的行動 把揮織起來 我覺得這是 我們今天對紀念言言來說 最好的方式 另外我一來我就看說 我們真的抓到了言言 嚇重到一個神韻 就是古老請再說 我講的是他本來沒想到什麼 人會一直 但是難以讓人拒絕的言言的笑容 所以古老說 這個言言的笑容 我就有抵抗的能力 所以古老說 這樣好 要做回憶錄 仰平可能就是用他的 這種令人難以拒絕的笑容 讓很多台灣的前輩 願意接受他的採訪 讓台灣的人 很多前輩的 很多的努力 用口述歷史的方式 給留存下來 我看這是我們不捨得 我們懷疑他 但是我們也應該在生活裡面 刻印著他那令人難以拒絕的笑容 感謝大家 感謝 非常感謝 我們年輕的歌員 他都很認真 做學問 很打拼 很好的成就 還可以跟他的 學術的訓練 發揮在他的 情情的事故 我覺得 就是我們目前 很年輕的 文化部的 我們部長 在部長 他經常很欠悉 他經常說 延平高雄是他的老師 我想 他年紀 他都沒有 讀過延平高雄的設置 所以說的是 憲憲堂車的事實 所以 我一直說 文化跟歷史 是一體的良民 歷史所成就的 這些東西 在文化的形成裡面 很多都可以 給他 付出實質 這種也是 合應我們 延平的精神 是說 歷史要來 起作台灣國 用文化力量 起作台灣國 所以今天 他是補番的一支 但我們的部長 很早就夠為 所以我們現在請部長 來跟我們地主說話 謝謝